全心志 歡迎收聽《神宗科》 《校法》主耶穌 今天是12月11日 題目是誠心的人要防備被騙 全心志在《馬學福音》14章38節 總要警醒禍告免得入料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愿弱了 有些人自称有新的亮光,自名为改革家 他们在某些相信现存的种种异端 和不满意教会属灵情况的人身上,将有很大的影响 那些人有正直诚实的心,渴望见到向善的改革 以达到较高的道德标准 如果基督的忠伯能够将纯杰的真理传给那些人 他们就会接纳,并且因为信从而洁净自己 然而在那个时刻,基净的撒旦就会追踪那些人 在他们寻求真理的路上等待他们 有些人,嫌然宣称以改革家的身份来到他们之前 就如同撒旦化妆光明的天使来到基督面前一样 将他们领来正道,并且领得越来越远 那些随着方施淫乱已造成的不幸和堕落 是无法估计的 这个世界比刚才所说的居民所污蔑 他们的罪恶已经沾近满形 但是引致最严重的报应 乃是那些以虔诚为外依而实行的不法者 对于真心悔改的人,他的罪恶无论如何深重 世人的救赎主都从不撇弃他们 但是他对于法理错人和假冒为善之辈 却是大发烈火的显责 那些公开露面的罪人都比这些人更加有欺慕 毅改革者和被他欺骗的人不爱真理,却喜爱不义 他们认为任当和通奸不会令上帝不悦 他们所受到的,还有什么是比这些更强烈的欺骗呢? 圣经里面有很多警告都是针对这种罪恶的 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讲到这种人 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他相辈 本事可憎的是叛逆的,在各种善事上是可费的 在这个时代,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去找一些可以吞吃的人 我认为实在有扬声大发警告的必要 总要警醒吐告,免得入了迷惑 很多带有财干的人,却将财干恶劣地 献给撒旦为他服务之用 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深藏污疚的思想 不圣结的幻想,未圣化的欲望,以及悲賤的情欲 上帝争护这种树木所结出的恶果 纯结圣善的天使见到这些人的行径 就会起厌恶之心,但是撒旦甚为欢喜 但愿人人都能考虑到干犯上帝律法 所有得道的结果 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 犯罪总是会羞辱上帝和危害人类 不论偽装是多么美好 也不论是谁犯的罪 我们都必须传有这样的看法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明天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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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继续收听